在重房企为美元债益筹莫展之际 终于传来了一个利好消息 据金融时报报道 高盛投资组合管理团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正在买入中国房企债券 高盛一直在通过买进中国房地产 开发企业发行的美元高收益债券 来增加适度风险 投资资产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债券的问题 正出现转暖信号 截至11月9日 多家房企的公司债出现反弹 H6泰河03、20世贸04、23花1B等债券上涨迅猛 其中H6泰河03涨超70% 20世贸04、23花1B涨超12% 其他地产公司的公司债也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谈及个别房企风险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 高盛团队成员称 传染风险被高估了 市场正在消化这一风险 另据媒体报道 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行为 已基本恢复至正常状态 10月份 房地产贷款投放环笔和铜笔均有较大幅度回升 初步估计 环笔多增约150到2000年一年 在动荡的市场面前 不少房企通过回购方式 打响了债史的自为反击战 包括亚俊乐集团、中国金贸、世贸集团、中阳控股、 建业地产、弘扬地产等在内的多家房企 纷纷启动境外美元债回购 表明起资金充足 以提振市场信心 恒大地产出现流动性危机以后 市场一直在期待国家是否会出手救助 后来 高层一方面提出了两个维护 即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 纠正偏差 另一方面则多次表态恒大危机属于个别问题、个案风险、金融风险外溢性可控 但实际情况是 按接贷有所改善 而对于房企的开发贷 各家银行仍然是甚至又甚 并无改观 整个市场的销售端 与今年上半年相比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 市场预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绝大多数城市 甚至包括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在内 市场极具降温 观望情绪弥漫 房地产企业 处于多重绞杀之中 市场流动性危及引线 不能排除蔓延和万亿的风险 从几家有代表性的上市房企股价走势看 9月底开始有所反弹 10月底以后 再次掉头向下 目前似乎有再创新逼的苗头 目前仍有房企老板呼吁国家出手救助 否则民营房企将全面陷入危机 这位大佬表示 本轮风险的传导陆景维 蓝光恒大等个别房企爆雷波及行业 境外对低产企业及行业评级下调 二级市场纷纷股占双杀 心力花药年唐平拉到美元债市场 美元债市场不仅失去融资功能 而且变为暴雷已现 境外风险传导木炎至境内 境内融资全面收缩 按揭对民企难言放松 地方基于保交付级维稳考虑 对预售资金从严提高比1000块 总包及供应商不敢变资 购房者不敢买房 上述形成恶性循环 最终的结局就是 对民营地产企业 形成了全面的资金断供和机队 他表示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系列配套支持 无论是百强 50强 20强 甚至前十强 民营地产企业爆雷是时间先后问题 强烈要求 国家出手 帮助民营地产企业度过难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